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是当地一位村民拍摄下来的画面 没错 明星呢 其实就是这只熊猫 您瞧他这个圆滚滚的样子 伸手的还挺敏捷 一会儿功夫就爬过了好几块大石头 样子着实是可爱 国宝突然造访 村民们都很兴奋 这只熊猫俨然就成了村里的大明星 大熊猫可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 一般人想要看大熊猫的话 要么就得去动物园 要么就得去那大熊猫基地 而这只出现在村子里的大熊猫是野生的 根据国家联业局发布的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 截至2013年年底 全国野生大熊猫的这个种群数量只有1864只 这样珍惜的野生大熊猫现在居然出现在了村子里头 村民们都说真是大开眼界 这在当地可算得上是一件大事了 最先发现这只大熊猫的是一位叫李永新的村民 说起发现他的经过 李永新依然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 李永新说其实一开始 他也不知道村子里头来了只野生大熊猫 还是因为他的这个狗不停的叫唤 才引起了他的注意 因为他也知道狗是非常灵敏的动物 一旦狗开始大叫 就说明周围可能有异常 李永新呢带着狗转了胆子 走进了竹林 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竟然是只大熊猫 李永新说因为村子在深山里头 平时呢也会有一些野生动物来 可是从来没有大熊猫来过 这可是国宝啊 万一出了岔子怎么办呢 李永新不敢动 赶紧就给当地的护林员打了电话 护林员呢也是头一次放到这种事 立马就汇报给了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局 先看一下到底受伤了没 如果受伤的话 我们还是要困住住 如果没有受伤正常的话 我们就放规矩去 让他自然回归自然吧 收到上级指令之后呢 保护站的陈站长 带着另外三名工作人员 就赶到了李自霸村 他们呢也很少见到野生的大熊猫 不过想靠近大熊猫并不容易 大熊猫一看有人靠近了就跑开了 速度还挺快 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也跟在大熊猫后头 是一路小跑 不敢起不敢起 其实不光是村民们激动 连村里的小动物似乎也是兴奋异常 你想村子里的狗子就一路跟在大熊猫后头 熊猫去哪儿它就跟到哪儿 这场面呢好像是初巡的国王身后还带着保镖呢 虽然大家此刻都沉浸在国宝大驾光临的喜悦之中 但有人呢还是挺不解的 这大熊猫怎么会突然造访他们这个李子坝村呢 原来啊李子坝村与四川接壤 气候环境和地理条件呢都非常适宜大熊猫的生存 所以被划入了以保护大熊猫为主的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而且这里呢还有大片的株林 所以这位国宝大驾光临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为了一睹国宝风采就连当天在村子里头半九席的人都跑出了观摩了 就这样大家要在这个围观和追逐之下 熊猫呢就一路从村东头被碾到了村西头 最后呢大熊猫跑到了一个小山坡上 但也正是从此刻开始村民们的喜悦呢开始被惊慌所取代 而有一个人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来当时大熊猫躲到的那个山坡呢 其实是村民关老汉的这个茶园 当时呢关老汉正在里面除草 他那会儿还不知道村子里头来了大熊猫 当他听到外面的喧闹声 想起身看看的时候 那只大熊猫呢已经跑到他们身后 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几乎就是在瞬间发生的 周围的人很快就听到了茶园里传来的惨叫声 就没发现过的猫咬了 是突然的事情 是觉得咬了我的腿 我就伸不住 就到了 因为我也受到惊慌 我也怕得很难 那一刻就伸不住了 这个就咬住 我就到那里去了 大熊猫竟然咬人了 一说到熊猫呢 大家想到的肯定是它那个憨态可居萌萌的样子 可是这么温顺的动物竟然咬人了 其实呢熊猫虽然靠竹子为生 但是它依然属于肉食物动物 而且呢它的这个旧尺呢特别发达 它的爪子也是又长又尖 不过通常情况下它是不会主动进行攻击的 而如今呢这只大熊猫这样反常的举动真是叫人不可思议 而且呢这只野生熊猫呢 看个头也不小 一旦被它攻击呢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关老汉说当时它这个腿呢就血流不止 刚好这一幕呢被同村的文登林看到了 它虽然也被吓得不轻 但是为了救人 它管不了那么多 一个剑步就冲了过去 文登林用棉衣裹住了熊猫的脑袋 熊猫的力气很大 棉衣也被扯烂了 也许是因为眼睛被遮住了 熊猫终于松了头 它再也没有再去攻击别人 而是缓缓地离开了 但是此时的关老汉已经挡在地上 伤势非常严重 村民们听到动静都赶了过来 他们都不敢相信关老汉这伤竟然是被熊猫所伤 村民们也是心有戚戚烟 再也不敢去追熊猫了 这个时候关老汉的老伴也闻讯赶来 眼前的情景让他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把他抬下来 把我都挤了都哭了都晕到大路上了 那些人都在玩些才把我抽起来 这会儿功夫 所有人都已经从国宝光临的惊喜当中 彻底抽离出来了 一个是因为害怕 一个是因为要赶紧送关老汉去医院 最后在村子里人的这个帮忙之下 关老汉被抬到医院 可是呢 关老汉这时候却遇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 关老汉伤势严重 治疗费用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眼下孩子也不在身边 关老汉的老伴已经手足不错了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帮了他们一把 我们村子部书记才他给我们结了两千块钱 这下次才帮我们才早上写才入院 我们把这些手续都是他给我们留了 看来好心人还真是不少 不光是村子部书记 村里人一听关老汉出事了 也是有人的出人 有车的出车都在帮着这个关老汉老两口 关老汉终于做上手术了 此时呢远在外地的儿子也是开了十多个小时的车 终于赶到了医院 那时候关老汉还躺在手术室里呢 我妹夫就在手术室等着 我妈就在病房里反正坐着哭着 我头一次见我妈哭得那么伤心 因为老年人啊 受这么大的惊吓 就感觉他六神无阻了 手术的时间很长 当过老汉从手术室里出来的时候呢 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 右小腿上了一个外固定支架 不像是像过去啊 拿个那个两片那个板子或者打石膏 这样固定 我第一眼一看是比较严重 第二个我问我爸现在怎么样 说话声音非常 就是人的气息非常微弱 就是只是说疼 多多说 说过多的话也感觉说不出来了 手术后的关老汉非常虚弱 整个手术呢他吃了不少都苦 医生说关老汉右侧颈肺肺骨 下断粉碎性骨折 右硬前动脉断裂 右小腿皮肤软组织撕脱伤 右小指皮肤裂伤 医生们也是对关老汉的这个右小腿进行了外部固定支架 才将碎掉的骨头勉强拼接起来 由于伤势严重 关老汉在医院里头住了将近两个月 其间又做了八次全身麻醉的大手术 每一次手术对上了年纪的关老汉来说呢 都像是在鬼门关里头走了一趟 这些官士厅呢就已经是让人头皮发麻了 很难想一下上了年纪的关老汉是如何挺过来的 他的痛苦呢是不言而喻的 回想起治疗的过程 关老汉既是心痛又是无奈 因为他说呢 他的经历的并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苦 更让他伤心的是一边是日益见底的积蓄 一边是长期治疗所需的高昂费用 大熊猫在他腿上咬的这一口 已经给他一家人的生活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影响 其实说起野生动物闯进村的这个事呢 李子坝村的村民们也是倍感无奈 因为李子坝时不时的就会有一些野生动物闯入 像野猪啊什么的破坏庄稼什么的事 其实有发生 只是村民们都洗以为常了 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 碰上这事呢 村民们一般都是自认倒霉 可是这次情况呢不同了 这次野生动物不是损坏了庄稼 而是咬伤了人 而且关老汉还伤得这么重 这已经不是他想自认倒霉就能过去的事了 可现在的问题就是小猫小狗 伤了人可以找他的主人赔偿 但是野生动物咬伤了人该找谁来负责呢 其实我们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里头就有这样的规定 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无论是一级保护动物 二级保护动物 还是地方保护动物 这些都是国家所有的 也就是说野生动物伤人 国家呢应该予以赔偿 尤其是这只野生大熊猫 那可是一级保护动物啊 他咬伤了关老汉 关老汉按理来说呢 是完全可以找相关部门所要赔偿的 可是起初的时候呢 关老汉和他的家人并不知道这些规定 眼看着家里的钱如流水一样花掉 他们是越来越沮丧了 尤其是关老汉 只要一想起自己的遭遇 他就悲从中来 因为有一件事他始终想不明白 关老汉想不通的就是事发那天 他明明没有做任何伤害大熊猫的事 熊猫为什么会突然朝自己扑过来 难道是因为自己太倒霉了 可是关老汉的儿子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事后呢 他又向村民们打听了当天的情况 结果听说了一件 令他感到十分吃惊的事情 原来有村民说呀 当天是因为有人要抓大熊猫 才会导致大熊猫受到惊吓 到处逃跑的 所以关老汉的儿子觉得 这场悲剧的发生呢 很有可能是人为因素导致的 如果不是有人说要抓大熊猫 也许呢 就不会把他赶到附近的茶园里 自个的父亲也就不会被受到 惊吓得大熊猫咬伤 那么村民们口中 叫他们抓的只大熊猫呢 究竟是什么人呢 刚才我们说到 李子霸村来了一只野生大熊猫 可是这只熊猫呢 却一反常态的攻击了村民关老汉 经过关老汉儿子的了解 他始终认为 事情之所以会发生 是人为因素导致的 因为当天呢 有人工作失误 才会导致关老汉受伤 当时说是保护局的人 也在现场 看到熊猫以后 他们就说是 想把这个熊猫 有一个想抓住的这个意思 想把这个熊猫抓住 抓住以后看这个 想进去的观察 结果呢 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事物 操作事物呢 就导致这个熊猫学的景象 自然保护局的工作人员 真是他们说了这样的话 叫村民抓住那只大熊猫吗 可是保护站的陈站长却不这么认为 他说村民们可能误会了他的意思 那天去村里头 他们跟着熊猫 只是为了更好地观察 熊猫的健康状况而已 不过陈站长也说 那天熊猫突然攻击观老汉呢 确实可能是因为受到了惊吓 但吓到熊猫了 可能是他们 陈站长还说 那天村民们对熊猫呢 又是围观拍照 又是一路追逐 可能也是导致熊猫 受到惊吓的一个原因 视频里头可以看到 当时那熊猫的小山坡上 确实有两路人 一前一后的在围堵这只熊猫 但是有村民呢就说了 他们是在追熊猫不错 但那也是有原因的 如果不是有人 让他们这么做的话 他们哪里敢去抓呀 他们也知道熊猫 是国家保护动物 是国宝啊 他们可能也就是 给熊猫拍拍照就散了 哎呦 方文吓死了 这对面 我们先看一下 别抓住举包 哎 几亏的举 这个超呆哦 赶快 回到远的去 村民会说 当时就是保护站的人 让他们帮忙抓熊猫的 但问题是 保护站的工作人员 自己也准备不足 你看这保护站的人 带没带一些捕捉的工具 村民还说 当时大家也不知道 怎么抓熊猫 就只能先追着熊猫跑 结果一路就追到了 关老汉的茶园里去了 听了村民们的描述 关老汉的儿子是越想越气愤 他觉得关老汉 平白无故受了这么大罪 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呢 安排处理不大 他们也逃脱不了的责任 所以呢 他也去过当地自然保护区的管理部门 想讨个说法 但是那边就说呢 当初关老汉受伤的时候呢 他们已经从村上借了千万块钱 借给关老汉看病了 而且野生动物伤人 这事如果真要追究起来 也不应该找他们 原警长说 关于野生动物伤人的杀后问题呢 省里是有规定的 是由当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出钱 也就是说呢 关老汉应该找县林业局协商 那么林业部门又是怎么样一个态度呢 我们就是计划按照这个 甘肃省的那个野生动物 造成人生伤害 从海土产的那个办法 就给案的那个进行 大概就是个九万多块钱 九万块 只不过这九万块 对解决他们的这个家庭困境来说呢 还是有些不够 要知道关老汉当初呢 因为经济原因 提前结束治疗出院 身体恢复情况一直不好 以前呢 关老汉是家里的顶梁柱 经济来源都靠他 可是现在呢 他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自理了 就是我照顾嘛 他吃饭要端到手里 喝水要端到手里 啥子该手啥子 在床上摩托士留的时间 该大小时都是我 都照顾他 现在晚上间去该手 还有我在床上 给他拿出去嘛 在家里面嘛 像我婆婆看看地不方便嘛 走起来还是要护理他们 换解关老汉一家认为 除了规定中的国家赔偿呢 这件事当地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也有责任 他们对于关老汉呢 也应该予以赔偿 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关老汉的儿子找到律师 希望通过法律途径 解决这件事 可就在这个时候 当地保护区的管理部门 主动联系到了关老汉 他们劝说关老汉不必如此 希望这事呢 还是可以通过协商解决 本身他也就丧失了劳动能力 而且呢 也通过我们几次看了之后 伤情也比较严重 可能后续呢 还要进行几次手术 后遇症比较多 多家坐下来之后 一块痰 一块痰的时候呢 我们也表示囤情 所以呢 本身他家庭条件也一般般 我们能补偿的就给他都补偿 了解到关老汉一家 目前的情况 保护区管理局最终 同意一次性补偿 关老汉各项费用 共计人民币40万元 这样的结果呢 倒是让关老汉一家 始料未及的 有了这40万 关老汉的这个后续治疗 终于有了保障 他们心里头也有所宽慰了 我们想办 只要是把这个事情 落实下来嘛 人心里就踏实了嘛 主要是这个后续治疗啊 这个生活啊 这些像福利他呀 这些我们比较人心里 都有个敌了嘛 人就就要 人心里就好像有点落实了 野生动物上升这件事呢 本质上还是人和动物 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 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冲突 某种意义上来看的 也是人和动物的一场家园之争 因为我们和动物 共享同一个家园 就是大自然 有人说呢 互不打扰 可能才是最平衡的共存方式 现在看来呢 似乎也并无不当之处 只是当冲突一旦发生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动用公共资源 用各种渠道和方法 来缓解这种矛盾 同样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尤其是要尽快的建立科学合理高效的损害补偿机制 人和动物之间才能真正的和谐共处 好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格力传奇故事 从本周开始呢 在每个周日的晚上9点15分 将军卫视将推出带着爸妈去旅行的第二季 欢迎您关注 好 各位观众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呢 欢迎您通过评传的留言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了 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